记者罗田宾台北报道 国防部今日下午表示 中共运八远干机今天上午续航远海 长航穿越巴士海峡飞往西太平洋 进攻谷水道后飞返驻地期间 日本一派遣F-15军机升空廊截 此外中国并且派遣另一批军机 飞经日本及韩国防空识别区 并且飞越对马海峡到日本海海域 进行远海飞行演训 韩国则是出动F-15K战机升空廊截警戒 国防部长冯士宽于上午向立法院外交 及国防委员会马文君 照为请假后 即进入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听取海空情及时报告 只是按规定派遣机 舰监侦语应处确实监控供机活动 护卫我海江与空域安全 请国人安心 冯士宽下午已回致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继续就明年度国防预算的审查 向立委说明